至於宜中今年繁星成績 也從去年的21個人進步到了28個人 其中還有兩位入取了台灣大學 另外也有六位通過六所醫學系的第一階段 表現不俗 在這次入取的28位學生當中 有15位順利考上國立大學 其中成立副同學因為熱愛物理化學 所以憑著優異表現入取台大電機工程 其實我比較對物理方面有興趣 然後電機的話因為它有一門 然後我對生物其實也蠻有興趣的 電機的有一門可以走生衣工程的 然後我未來希望能走生衣工程那方面的 機械所以選電機 就剛好能把物理跟生物都結合在一起 未來自己在進入大學後 要怎麼樣來適應大學生活 我可能 我在上大學前我應該會先去 買一些英文的書來看吧 先 就是先修一些英文 然後還有一些數學跟物理也會先讀一些 女兒從小對美術有興趣的黃玲瑩 也順利進入台灣藝術大學 希望未來拓展更多美學視野 就是多多多畫吧 長畫 長畫 還有哪個領域要設立 油畫 油畫比較想嘗試 所以目前是水彩比較多 比較喜歡 未來就油畫那類的 那立體的東西會不會接觸 會試試看 宜中表示 從去年21位繁星推薦到今年28位 可見學生表現年年有進步 也期盼這群準大學生 未來更要累積基本學士實力 才能繼續在課業上有所成長 我想這邊非常感謝我們老師的指導 以及我們同學的這樣的一個心情的一個努力 那我也期許我們宜中的孩子 那麼進入大學之後 那麼基本功還是最重要 那另外現在大學有一個趨勢 就是一種跨領域的學習 那我想大學跟高中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孩子的這個視野 會比在高中的時候更開拓 所以我也期許我們宜中孩子到大學之後 能夠勇於去探索 任何各種可能的一種經驗 另外宜中也有六位學生 通過六校的醫學系 希望面試能夠更順利 全部錄取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不到